这边一条鱼被浪打上来的 你看看应该在这挣扎着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今天有点干海了 我过来这边这个教室区这边 这边是正在吹着潮的 这边已经退下去了 我就看这个石块上 我的妈呀 这个缝里面密密麻麻的都是螺 就是遍布在这些地方 不过就是说这些螺还有点小 暂时可能还不大够我吃的 不过这底下全部都是 哇 看 哎呦这个缝里面真的是特别的多 给长大了以后啊都是我的 咱们先等一等 咱们从这下面先拌拌十块吧 哎呦这十块上面全部都是这种小螺 这些缝隙当中啊天呐 这也太多了吧 咱们抓几只有肉的肥的带回家 哇哇哇这下面有蚝鱼 看这是一条长腿 还往里装 呀出来看 哇这条蚝鱼是可以啊 一条大长腿上货了 这种鸽头的很好吃啊 这种鸽啊不粗不细的很脆 回家自身都可以 可以白啄爆河 这边这个水口里面各前一条 这是鱼 石斑鱼 哇 这鱼肯定在这里实际上有点长了 有点褪色了 拿出来看看啊 哇你看 这条鱼的鸽头是真不小啊 这是一条大石斑鱼 看 哇 鸽头很大的 只不过是可能缺氧啊 没有什么氧气了 在这里烟烟一吸的 你看油都不油了 看 就只能说是烟烟一吸了 身上还有点受伤了 你看这身上 有点不大好了 好可怜啊 这条鱼 我想把它带回家 今天晚上把它红烧了吧 可不可以啊 带着吧 那放桶里面 啊 这个坑啊 这水越来越浅 它可能是越来越缺氧了 真是有点遗憾 也许没有关系 跟我遇到豆水源分 我带你回家 看这边这个水上有一个红烧牛肉面 你看这个水道海边 吃这个 花面面啊 这个垃圾也不带走 真的是 哎 看看前面这里 这里好像是一条这个海蜜 哎呦 过来过来过来 海蜜边上这一圈也都是这种小螺 哇 看这条海蜜好粗的 特别的肥呀 这一只 你看 刚刚放桶里面 嘿 哇 这条海蜜可以也挺粗的 不过是今天 这些鱼搁起到这些地方 都没有什么活力了 缺氧啊 咱们放在那边看看 这边这个潮水正常飞着的 你看看看看看那是什么 这边一条鱼 被浪打上来的 你看看看应该在这挣扎着 哇 这条鱼好大 来来来来来 我来解救你了 抓住它 哇 这条鱼 这条鱼可以搁 你看 挺大的 而且特别的漂亮 我得把它放成里面 哇,这条鱼好大好大,天呐 看,好生稳啊,太能甩了 差点没抓住它 今天这个鱼收获的是挣不下,我得打点水啊 我得把它们都伺候好了 争取把这些活鱼都卖了 这一条,它市场上一条不得卖个百八十块钱的呀 我今天又发财了 这个桶开成了,拎得我的手都累了 从上面再找找看吧 看看这些十块钱 哇,今天这个鲼蒸的是太多了 哇,这边这边有大的,这边有大海螺 看,这个 哇,这个是活的,你看这个肉,缩下去了 看,这是它的那个呼吸的吧,这个管的 这个海螺可以 哇,前面还有一个,你看 哇,这些都是活的 发财了 这,这边还有海螺 看,这十块鲼呢,又一个 哇,这种活的耶 这种活的好吃,这边你看 又有了 哇塞 你看,这些个头,而且都是挺大的 这些不错不错,咱给收了 今天这个赶海啊,真的是太开心了 但是,天呐,太重了 它的海鲫啊,都挺火 挺大的 哇,这么多钓大鱼,还有巴掌鱼 哇,这些鱼我得抓紧,冲着养带回家了 你看,它游得很快快 哇,你看,哇,我得回家了 啊,这今天绝对是能卖个好价钱了 那我们今天这期的视频啊,就先到这里了 我得把这些鱼收一收回家了啊 咱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拜拜